上次做客家酿板还剩下一点糯米粉 今天我们继续用糯米粉跟大家分享姜米条的做法 400克糯米粉中加入50克糖粉 用筷子先将它焦焦韵 根据糯米粉的吸水性不同 再分多次少量加入刚煮开的开水 边加边搅拌 水的量大概200毫升左右 小成面细状加入20毫升一米油 再下锁揉成光滑的面团 揉至像这样便宜一点的面团就可以了 案板上撒一层干的糯米粉 用擀面杖将它擀成约1厘米厚的薄片 表面再撒一层干的糯米粉 再用刀将它切成约1厘米宽的长条 将每一个长条都搓成细一点的圆柱形条状 并对齐 最后切成1厘米5厘米长的小段 早上一点干糯米粉防粘 锅中放适量的油 凉油下入切好的小段中小火慢炸 随着油温的升高将米条慢慢浮起 用筷子轻轻的翻动防止粘连 大约炸5分钟后 将米条炸至表面金黄即可熬出控油 不喜欢太甜的朋友做到这一步就可以开吃了 喜欢甜的朋友锅中继续倒入50克白糖 一百二十毫升清水 熬至糖水变得粘稠 冒出面积大气泡时 加入炸好的椒米条 翻炒均匀后出锅装回大碗中 撒入适量的糖粉或是白糖拌匀 或者直接泡均匀即可 咱们的姜米条就做好了 口感非常的香甜酥脆 喜欢的朋友可以在家试一下 谢谢大家